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来来来,看一看今天的视频 那么第一局的话 第一局咱们就是个大内奸 主公选择了大刺 那么大刺的话至少有一点 他不是太让你内奸 伤心,对不对 至少反对,比如说直接搞定他是很难的 那么,哼,哪个说我 有龙无毛 上来就一个阴王阵 那可以说他的防御又提升了多少 那么,背女王的话 是直接一个大反对 绑到大刺,然后呢 一个小马车,再延后呢 就打个酱油过了,行吧 你也不用做太多,对不对 两个葵,他位子越靠前的话 葵斩得越快,所以说这两个葵 还是蛮强势的,然后鲁树 一杀一致霸,一杀一致霸 然后是拿桃子致霸的 他如果三血就存这个桃压力比较大 所以说他选择 一个草花杀 一个草花杀 他选择把桃子给他 这样顺拆的话 就不容易搞掉这个桃了 那么,那这个九杀是必中的 当然了,如果说不是知道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火攻的杀的话 一般是先委屈 是吧,你看没搞死还是委屈他 当然了,反正你知道是九杀必中 那就无所谓先后了 破证 他不是内奸啊 同志们,你不要以为见到什么 建造云猥琐防御就是内奸啊 他可不是内奸 他是大大的忠采 当然,那么 看我神威,无坚不吹 我们希望这一个南蛮 直接把标记打到六个 不要说开万箭以后再到六个 我们最希望的是南蛮到六个 我们开大,开大以后再开万箭 这个效果就好得多了 正好六个,很好 好,很好,非常好 看我神威,无坚不吹 给我丢下来 都给我丢 开一个神A,这就是神A啊 那么由此以来的话 被迷糊,你刚刚过了一些牌 因为他在前卫上来就有两个魁 两个魁掉血的时候他就摸牌 所以他摸到了一些牌 那你越摸,我越打无限 你越打无限,我也越打无限了 这样以来的话,这个人头应该就到账了 是不是啊? 那么到账了以后就直接出一张沙 没有必要喝酒了 如果真有桃的话,你主持的这时候你捡不到的 你看,这不省下来就有用了吗? 你要不省这一个酒,那可以睡了 连串效益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巧妙 对不对,戳一张就圆不了 但是呢,他就是可以独破这么一张 那么 省一张沙,那你无钱的话是可以省一张沙 万一他有闪或者怎样 对吧,不管了 反正你该怎样就怎样了 不贪这个标记 正好你看,每一次都正好 你杀不足以打死全屏 如果少一张,你就进不了 还进不了单挑 是不是? 那么 12个标记去对付这个大刺的话 还是没什么难度的 这相当于是酒也具备了 斧子也具备了 当然啊,你还有一个大招 还有一个无钱 所以说 看我身为你 无坚不摧 大哥 我刚刚说了半天你没明白 开大 丢光 并且要掉一滴血 然后九杀 开个无钱 他就必死无一了 激昂所谓的闪酒团都没用的 对不对 开大也要受伤 九杀之必重的两血 你有无钱或者有斧子 哎 这哥们 这就是 也不能说你没看出来就怎样 我只能说侧面的反应 那个男人 你看 你早就这样做不就对了吗 是不是 侧面的反应出 大家对那个男人的一个经典的印象 两血最强防御 你总认为他两血的防御 非常非常非常高 你总认为你搞不定他 搞不定他 所以说你就错失了一个机会 对吧 错失良机 但是好在最后没有失去啊 还行 最后还是补回来了 嗯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 哎呀又是一个大内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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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他 谁他 假大爷 哦真是假大爷 不知道这一局能否成为真大爷 至少这一个男蛮 我们就有一种 世外高人的感觉了 哎 你们打你们的男蛮 我们呢 此季 伤不到我 坐在帷幕里面 毫无压力 那么无奈江东 小霸王 孙伯虎 有人盲救吗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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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 这俩 两者 所以,还关一屏真是反对嘛 那么杀或者被杀,再等一会儿吧 没有太强的目的性,不要随便开纳 对吧,这个时候你说打先手优势也可以开纳 但是你是内奸,如果不能用在实处的话 你想,他把他收了,中彩 他如果是反对也是收了,所以拖子是不会亏的 所以我说什么来着,无论关一屏是不是真的反对 蔡文基跟元素是挑战,这个是属于没动 那么这个时候要有一种紧张感和压迫感了,为什么? 那个男人虽然强,这没问题,那个男人绝对强 但是,反对人多,并且有那种乃属性,相互乃 你等于你激活驼子,人家陈琴还可以救 然后怎样怎样,那还有个陈琴过台,左次台是个妖怪 所以说这个时候,垂直属性体现出来了 你们看着没有,我一垂直定音 这个桃园开的有点汗,不要逼着我们开大高死他 如果不行的话,也只能开大高死他了 先高死他再说,顺菊花道,如果不开大的话,也可以省一个大 嘿嘿,老一孤雳,这个只能过台不能救人了 所以说元素还丢桃子说明他排好 注意啊,你即使凑够四花式,也只能过台,而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 因为这个陈琴非常清楚,视为元素对华陀使用桃 对不对,你元素不处于冰死状态,你是不能使用桃的 对吧,根据碗杀,你元素是不能使用桃的 所以说啊,锤子大爷的属性还是体现了 陈琴都救不了,你破不了我的完杀的,你破不了我的 就是这个意思,锤子大爷啊,各个击破 你要说一下子把反对四个都击破,你不是神女部那种内奸,对吧 咱们没有那个啥就不懒那个活,咱们各个击破 但是这个时候马车没有给朝人他们啊,他害怕有一句俗语 叫什么来的,朝人借马车,有借无还,他借得轻松 但是可能他就不还了,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有可能让反贼窃取这个果实的啊,你这样搞的话 有可能反贼要赢了,希望他能多顶一会吧 反正这个马车影响太大了,一给的话,这么多牌都给出去了 他除非朝人他练死的不得了,要不然他不会给回来了 所以说有点尴尬,那就只能祈祷一下忠诚,哪怕要死 也要做好最后的贡献,把贡献给我做好,最后一班港给我站好 对不对,你闪电掌没劈死他可不一味儿呢 这左刺有点难打啊,还好,有乱舞,有蓝蛮 实在不行还能赌八卦,对不对 那么,看我身为,无坚不摧 这个难蛮是乱舞以后开的难蛮啊,照你讲效率是有的,相信我 你看打无蟹就说是没杀嘛,堆死你 再次说明,只能过牌,不能救人 所以说柔此以来的话,他每次陈琴就相当于是自发中的陈琴 但是,空了,都是空了,是不是 看你柔何自救,你柔何也自救不了 是不是,当你当时那个杀有可能还要触发只能杀元素的条件啊 但不重要,重点就是不要走到那一步 用断壶或者是蓝蛮搞定他们 是吧,我当时也不知道元素多少张手牌,没关注 好了,那跟那个男人单挑了,哎哟 这不愧是最强防御啊 这个带马车带帷幕,居然你看这个时长 现在是15,总长27啊 啥情况,那个男人的防御也太强了吧 如果说神女不内局还不足以体现那个男人防御过强的话 看一下这一局 但是单挑的话不用过分的干注啊 我们就相当于知道一个结果,行吗 那就开八倍数 如果有十倍数的话,我可能就开十倍数了 所以说这个我只能默默的看着了 我就不管他了,他爱咋打咋打了,无所谓了 因为总体的方向把握的是对的,是吧 你比如说先破掉坨子呀 再各个击破打掉佐斯呀 然后你蔡文基瞎是一个说起来由来属性 你什么能奶人啊,但是每一次都只能过牌,不能救人啊 可以的啊,只要说大车如果说不搞定这个马车的话 我们应该还是不虚他的,对不对 你马车囤多了,早晚把他击杀 所以这个时候,你帷幕不是绝对安全 虽然说他丢了黑柴,但也可能有红柴,是不是 所以说如果说多一两个无限的话 假设他没有无限 他又只能存两张牌的话 我们就比较稳了 他大车两血两血最强防御嘛 所以他一般是两血的时候能防御高一点 韩冰是个好东东啊,对吧 我主动出击了 你只要把大车的装备空的差不多 然后手盘空的差不多 到时候还是可以一击必杀的 再说,反正我现在有马车有无限 我不着急,对不对 有马车有无限我不着急 我慢慢的囤牌囤死你也可以 你虽然说最强防御 但不是说是无死点的无敌的防御 他仅仅是一个最强防御而已 对不对 你看,多刀流啊 有万剑,有黑杀,有无限宝马车 还有这个所谓的寒冰 对不对 他这个地方把白银寒掉是为江南做准备了 免得到时候什么有酒杀出不去就尴尬了 对不对 寒冰是不是个利器 大车是不是一个光带都没了 裸嗜血,裸嗜血不是最强防御不怕啊 你嗜血的时候我砍你就是了吗 对不对 当然至少要留一点黑杀 将来做一击必杀的时候准备一下啊 他目前这个牌,这个桃子跟这个闪还蛮多的 好就好在还有一个无限 你看这塞的好快 刚顺过来一下就塞马车了 当然这个基于我们是八倍速了 八倍速,还没有一击必杀吗 我去,这个男人的防御 真是强 要不是考虑到 哎呀妈呀 好了,下一回合一个顺手 一个菊花 一穿一顺 最终还是实现了他所谓的 5,4,3,2,0 不要找规律填多万啊 不要找规律填多万啊 直接填Z 5,4,3,2,0啊 5,4,3,2,0 是不是啊 直接量血的时候 手牌搞光 爆菊花 也不说什么多刀流了或者怎样的 反正就是方法多的是吧 各种都有可能 他是死于菊花的这种可能啊 他没死之前那是有多种可能的 不过防御撤10枪啊 我本来看这个13分钟 看中间会不会出意外 比如说你虽然单挑初期 你装备还可以 会不会被他搞掉了 因为毕竟不是说 绝对没有红猜之类的 对吧 结果一直没搞掉 就一直在囤猜啊 耗了那么长时间 看来他这个防御着10枪 那么这一局的话 由于主攻是寻忧了 所以我们选择了祖龙 啥意思 如果主攻不选 寻忧的话 谁没事选个祖龙啊 对不对 那咱们是配合你 张合你的话 虽然说没有偷主攻啊 也没偷反贼 但是 你不拿主攻的装备 你不偷主攻 反贼就不会给你面子 知道吧 反贼是不会给你面子的 所以呢 这样一来的话 你看是没有偷反贼 那你也没偷主攻 没拿主攻的装备啊 所以反贼要搞他的 搞他的就是跳反贼的 这个借招指着香 现在是想拿刀来盲剧啊 还不跳针钟啊 如果跳钟的话 其实还是蛮期待的 初直配嘛 一推一个A 一个结命 他又是主攻结四招 推蓝蛮的牌 我们照单全收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又拿六个桃子 骑车一个蓝蛮 那么我们是直接 把这六个桃子收了啊 不是说不收牌 也不是说收一个蓝蛮 就是你拿什么当的蓝蛮 那我们就收什么 不信你看 你看 猪罗 一斧子 一无蟹 两闪 巡妖 体货 解密四张 所以说这个疏直配 还是蛮好的 我们相当于给他 让他的牌不浪费 你看他拿斧子不好用 我们用啊 对不对 我们 边用斧子 边吃西瓜 在猎入下 吃西瓜吧 哎 这个斧子啊 吃西瓜的一个利器 还来合理 还真是内奸 你考虑到群玉是中贼 他不就是内奸了吗 那么这样你来的话 死是为汉塵 只要主攻不被速推 你想一下啊 主攻不被速推 群玉不被卖死的过早 我们打反对一点问题 担心两点 一个是主攻被反对速推了 二个是群玉卖着卖着血 或者头不足了 那这个时候你看 主攻卖血 群玉卖血 那就简单了 刚刚不是收了一把斧子吗 现在让你们尝尝西瓜 九 杀 能死吗 死了更好 不死的话 在烈日下吃西瓜吧 送他吃西瓜 拿装备 他的装备本身是可以当无限的啊 所以说拿这个装备是锁定不亏 来吧 走一发 那么祝容喜获一乐 一桃 一刀 一闪 这就是配合 旁边说你凭良心讲 他又不是为了这个配合 我没事 我选了祝容干什么呢 那我一定会选徐异这样的强强 对不对 所以说如此一来还是不错的啊 你单独看这个祝容 其实现在没有太大的发挥了 但是逮到这个比较非主流的情况 还是可以蹭一下 经典服的bug啊 这个闪电 就是不消了 闪电不消了 一直显示到了 除非徐遇再探定一次这个闪电 哎呀这个斧子真好用 你看再砸一下 尝尝着南蛮之地的烈火之刃吧 他这个地方啊 让主公一摊收了啊 一杆收 知道吧 他这个乐他是不能夺的 他要么掉命 要么就被乐住 知道吧 你要防这个南蛮上 所以张和你一手牌是不够的 所以说他没有摊和你的人头 他是想让主公一杆收 把两个人都打到一血 挂到了 一杆给他收了 所以说这一局也是活得比较轻松了啊 就是主公一直开南蛮群羽给他洁命 他又用洁命上来的牌 又打了输出 然后开着南蛮 我们不但不挨 还有收下那些牌 收下那些牌 我们就用上 所以说这一局是配合 如果不是配合的话 你爽不了这么多的 对不对 然后反正内奸也不精打 他不能速推这个主公 早晚就被这个主公速推嘛 这主公是稳定的输出的 所以说从此以来的话 嘿嘿 谢谢大家